看完了两条房地产方面的资讯之后呢 我们再来看来自社区方面的一条资讯 由中国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主办的 2013中华文化大乐园奥克兰营的 喀颖仪式周一举行 请看记者发来的报道 哎呀这个意义太大了 那个新西兰的华人华侨 不管他们是在哪里出生 他们根其实都是在中国的 作为华人 一方面要讲融入当地主流 另一方面呢要保留 并且发扬自己优秀的传统民族文化 大人这方面都没有问题 但是小孩 这些小孩多数出生在奥克兰 他们对中国的影响比较淡漠 所以呢通过这种文化大乐园的方式 让出生在奥克兰的华人孩子 在很早的时候就接触中华文化 有助于培养他们和祖籍国的密切联系 主要这个大乐园的活动 是中国桥办 还有广市这个桥办 那方面安排 我们在这里主机安排的 这个主要的活动是 将我们这个孩子 在这个学校假期的时间 他们送来这个十二个教师 将我们传统的中国文化 这个艺术 我带你这样教他们 让他们有一个愉快的两个礼拜的假期 未经济答答案 未经济 未经济 要求可幸 如行 我们去一轮